今天是图腰节 在本地所有的新都教徒欢庆节日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图腰节还有哪些习俗以及意义 因为我们一般也只知道说图腰节就是新都教徒 庆祝光明战胜了黑暗 正义战胜了邪恶的日子 那虽然说这一天其实不是印度历的新年 但是呢庆祝的方式倒是跟华人好像很多的相似之处 没错除了有大扫除一些新马一代的新都教徒 现在也开始会发红包 那么马上呢我们邀请几位这个今天的嘉宾 跟我们分享更多有关图腰节的文化 好再次的欢迎一家人爸爸巴拉德 你好欢迎大女儿艾莎 你好欢迎小女儿夏伊拉 欢迎你们你好 首先请调一下巴拉德先生 这个泥巴巴利基本上翻成中文它大概是什么意思 泥巴巴利我们是讲那个句是泥巴 那个泥巴是应该是中学来讲是泥巴是灯 所以这个节日是说我们是用灯来说是很难很难要解释 所以怎么解释我只可以讲是这个解释是说我们是用灯来代表说黑暗过去了 开始庆祝好的事情 所以像华人的新年一样 所以像华人的新年一样 我的不要先要跟大家讲我的中文不是很标准 你已经很厉害了 你已经是要抛肩一下 意思很清楚就是带来光明去走黑暗 对 有灯光的有光亮 那么这个所以在这一天基本上新都教徒家庭都会特意去点一些灯对吗 对 这个灯应该是是用油灯不是用灯 传统来说 传统来说是用油灯 所以通常呢我们是家里前天晚上就要开始给全部的家里给好看 还有杀起全部的像华人的新年一样 所以造华人的新年我们就杀起整个屋子给屋子漂亮 干净整齐 干净整齐 所以呢开始了我们就要早上冲凉 是用油冲凉 冲凉过后呢就要拜 拜再拜成 拜完了之后我们就一个家庭 整个家庭去庙拜 然后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看我的父母亲 还有新妇已经结婚了 所以孩子们也是要去两个家庭去拜 很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是尊重大人 年底的人 所以这样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去我的母亲的屋子 还有我的老婆的家里的屋子 拜访长辈 拜访长辈 拜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拜访长辈我们特别的是说我们会同常呢 给新的衣服 拜人我们也是要动他们的脚 是对我们像那样是说尊重大人 所谓的母族是吧 所以你有看同常 所以我们会尊重是我们要动他们的脚 那需要我们刚刚提到的红包是什么时候给的 红包只是在新加坡是一个好的 是新加坡的这个代表 所以在新加坡而已就有红包 如果你看印度的话 印度根本红包也是没有 他们只是尊重人而已 在新加坡是因为我们是照 也是马来语 华文 也是全部的人一起住在一起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开始这个红包的 给红包 所以通常是孩子们他们会等这个日期 他们会是红包 我们就可以拿红包 所以他们是说很好 对大人说要给红包 你们两个拿到红包了没有 拿到了 都拿到了 都拿到了 有没有跟爸爸讲谢谢 谢谢爸爸 以后长大是你们要给他 我们知道说在印度的家庭 这时候在新度教育家庭 很重要的是要摆那个蓝果粒 而且是全家出动 每个人会一起帮忙的 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蓝果粒是在北印度 也是有一天是特别蓝果粒的节目 但是除了这个 我们是图腰学的时候 也是有放蓝果粒 蓝果粒是代表说 我们的通常是给亮 亮子也是漂亮 有放花 有放蓝果粒是给屋子漂亮 也是在那时候 我们就要看 表亮是让 讲起来是要给屋子 看更多的好运 好运 对 带来好运 对 刚才这个爸爸也说到 这跟华人系列一样 大家都要穿新衣服 新衣服 那尤其小朋友 更要准备新衣服了 对不对 说这个新衣服 还有特别的名称呢 是吗 对 如果是小孩的话 是这样 是讲 所以不管哪一款 这些都叫 对 因为不是像大人就还穿 衣服 衣服是大的女儿 女生还穿 成人穿的叫衣服 衣服 女生小的旧盘 好漂亮 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 好 可以 麻烦 对对对 我让姐姐来介绍好不好 你们的衣服 好 我的裙子是紫色 我每个年会拿到是不一样的颜色 每年不一样的 对对 今年是这个 今年是这个 我最喜欢是这个 最喜欢是这个 我的 我的 上衣 上衣 是想一个绿色的颜色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也是最喜欢 那下一条呢 等一下 我们发觉她手上的这个首饰还配紫色的 不是一套的 加上手绘 这个首饰是 那如果你今天穿别的颜色 这个会带别的颜色的吗 对对 这也是会的 好漂亮 谢谢你 有没有帮忙妹妹选衣服 妹妹 妹妹喜欢的颜色 我的是 我的有 蓝色 我的是 蓝色 蓝色 我有水地 水地 水地 金色的水地 我的 上衣 是 粉红色 粉红色 我有一个大的水地 水地 那你手上画的是什么呢 我的是 我的是 Mindi 手上画是说 我们是讲 英文是Hena 是吗 Hena 可是你去印度的时候 是Mindi Mindi 对 是 女孩子要穿这个 因为是很漂亮 对 Mindi 好棒 那通常是在过节的时候 会画一下 每年都会画一下 除了过节 也是如果 女生结婚的时候 也是一样 有看 有没有看 是新度教徒的结婚的话 他们会有很多的化妆在这里 那个叫Hena Hena 有没有祝福的意思啊 很漂亮 通常都是给她们看起来是更漂亮 不是普通的 没有什么化妆 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 通常女人是放makeup 对吗 对 所以这样也是一样的用 也是一样的一种 可是画这个会很久时间吗 一个手是因为我的很长 对 因为的很小 小一点 所以长的是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一个手 对 两个就一个小时了 对 哇哦 我们知道这时候呢 其实在家里面 还要进行大扫除 对 这个大扫除本身的意义又是什么 大扫除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是拜神的时候 是欢迎女超生来的屋子的时候 他是要清的地方 也是要给黑暗出去 所以出门的黑暗 给黑暗的香暗全部出了的时候 我们打扫的时候 是要欢迎新的生活 新的好运 做好运的时候 要应该 我们好运的话 应该要有清洁的屋子 对吗 对对对 清洁的屋子也是有漂亮 有看全部的屋子会放花 人除了那个朗国粒 我们也是有放在家里 连油灯也是有放 是要给更好看漂亮 对 我发觉这个习俗 其实各个种族 它的寓意都差不多 应该 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图腰节逛这个市集 往往看到图案是孔雀 或者大象比较多 这有特别的意思吗 特别的意思只是说 大象是对我们 是因为有一天我们 是谁这些人 因为有一个天生 我们会跟她 我们会跟她 拜 拜一下 因为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去拜她 她会让我们走去 也是一个教服给你们 对 那这样吧 我们现在在现场 我们给艾莎一个责任 请艾莎来教我们 在图腰节的时候 要怎么样跟大家说图腰节快乐 好 好 她用战美尔语讲 李宝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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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好了 在下一节节目当中 我们要另外来关注的就是 最近符合资格的国人 都收到了政府 所发出的简讯 以通知他们 可以领取这个 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 也就是SG bonus 不过相信有不少人收到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 诈骗简讯 是 你知道如何识别这些简讯吗 有问你的身份证 对 如果是真的 他应该一定是到了 稍后的生活小学堂 教你分辨真美简讯 避免上当受骗 不要走开